現在很多人都追求有彈性的工作模式 好像slash 或者freelancer 一樣 方便自己安排工作時間 但工作機會就不是經常都有 有時更加會突然出現要把握 Summer 因為去看牙 結識到診所的負責人 對方同時是醫療集團的CEO 直到當時Summer 有保險牌就提出工作的腰藥 但Summer 沒因為這樣多一個固定的工作 換來的是超過一年的追糧對象 有背後的背後 我不理解為何他們更沒有合約精神 2021年6月 Summer 與醫療集團簽訂一份顧問協議 為他旗下一間醫療中心提供保險資訊 這裏就是我當時跟他簽的合約 幫他解答他的客人 有關於保險方面的政策 去告訴他那份保單內容是有些甚麼 包括脫有的項目 在裏面可不可以批判到錢 簡單來說 不需要坐在他那間公司那裏 就是朝九萬五 有些客人都會自己去WhatsApp我 去傳補單 或者是辦公司給我 去幫他處理問題 合約本來簽一年 但不夠半年 Summer 有一收到HR的通知 他11月中就跟我說 我們跟你結束這個合作的關係 一路的合作都相關無事 我一路都在幫他解答客人 有關於保險的問題 他沒有跟我說 為何跟我結束這個合作形式 如果合作不下去 那就結束這個關係 雙方簽的合約列明 結束要30天通知 或者代通知金 但當時過了一個多月 Summer 都沒有收到美糧等款項 再加上我11月 都回到那幾天的工作日子 都起碼一萬元 接著我就一路跟他交涉 前前後我追了一個多月 他就說我都要問回相關同事 他不斷地這樣回覆我 他於是向勞工署求助 誰知發現有合約都幫不到他 我去到勞工署時才發現 原來我那份不是一份僱傭合約 所以他都幫不到我 就叫我走了 因為份合約沒有公道強積金 屬於服務費 Summer 要追討的話 只能夠去小額前債審財處 而這段期間 集團換了新的班底 於是Summer 再透過 WhatsApp 和電話 聯絡新的HRL 同事 首先我們老闆是生長任 是職業受 以前那個是Matthew 因為我們查 也找不到你的合約在哪裡 那或者你可以不方便 發合約過來給我們看看 可以啊 因為其實我也是想解決這件事 因為其實他們之前已經拖了我很久了 說真的拖了差不多一整年了 我要查清楚有沒有這個人 那CEO知道有這個人 但他也不知道有這個人 我們都還在找著有沒有你的File 在我們的資料庫裡 有你手上所有的資料 你親身拿上來 甚至乎可以發電郵去我們公司 然後我們看看怎樣可以 看我們的資料 才可以幫你追查分 你現在就想跟我講 就是憑空說所有的 我也不知道 你之前的History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是答不到你 Summer 跟HRL 的電話指示 把合約等的資料電郵給對方 但至今依然沒有回覆 他當時跟我簽合約 當時有影絡身份證 有惡國人資料 大家都有簽名 有他公司吸引 我不相信他們沒有記錄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很錯愕 有背後還有好些個人資料 我不理解 為什麼他們可以 這麼沒有合約精神 我不相信這麼大的公司 就算他轉了班底也好 甚至易了手也好 轉了人就等於 沒有一些舊的同事存在 我覺得不會 我們嘗試向這個醫療集團查詢 對方同樣叫我們電郵資料和留電話 但至今依然得不到回覆 這次這件事一個教訓 帶給我 我覺得第二時 甚至乎大家 去跟一些公司合作 都要看清楚自己的合約 對於自己有沒有保障 不然你就會像我一樣 做了事 但就收不到錢 Summer說事件對他相當困擾 因為拖欠的金額 已經夠應付他一個月租金的生活開支 究竟這類合作模式 是方便人分配工作 生活的時間 還是成為了走數的方便之門呢